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在沈阳 它是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的皇宫 它始建于1626年 建成于1636年 我们进去看看 其实从规模上来看 它跟后来的北京故宫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是作为清朝迁都 北京前的皇家皇宫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沈阳故宫也是经历了 像努尔哈赤 皇太极 顺治地 康熙 雍正 乾隆 跨越了一个多世纪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大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东路 中路 和西路 东路就是努尔哈赤建的大镇殿 是举行大殿和八七大镇半宫的地方 中路就是皇太极建的 里面应该会比较大 西路是乾隆造的 我们就先从最大的皇太极的宫殿开始开 其实对我们男性观众来说 一说到宫殿 最感兴趣的时候 肯定就是后宫部分了 都说后宫加力3000码 我们去看看皇太极的后宫到底有多大 再结合结合 我们自己的实力 看看有没有机会实现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叫做凤凰楼 它是当时清代整个省阳成立最高的建筑 穿过这个凤凰楼 我们就到了后宫了 这么一看皇太极的后宫也不是很大 一共就有12345间房 正对面的应该就是中宫 皇帝和皇后一起住的 这里就是卧室了 这里写着皇太极奔逝于清宁宫南抗 应该就是在这个抗上面去世的 烧火就是在这里 然后它外面是冬天的时候住的 它里面是夏天的时候住的 这里是皇帝和爱飞海兰珠的卧室 这么一看 我觉得皇帝的生活也挺朴素的 你看海兰珠26岁才嫁给皇太极 深得宠爱 他们那个时候结婚也挺晚的 tray会给皇太极也挺用的 大街牢让我认识它是北极的 隐约缭辽连弦鞠绳 参观完黄太极的后宫之后 我们又来到了满清的创始人卢尔哈赤的宫殿 这个大殿广场应该就是当时的卢尔哈赤和八旗开会议事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先随便找一个旗看一下吧 这个叫香兰旗艇与大正殿是同旗兴建的 那个大正殿就是那边哪个 它是青路关前香兰旗官员办公和典礼排班之处 好小啊 这个办公场头有点小 这些火枪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都是真品留下来的 花线枪 这个叫胶枪 它还有这个支架 我觉得架起来扫桥是很好的选择 刚刚我数了一下 说好的正八旗 但是这里却有十个亭子 然后我好奇嘛 我走到第一个我来看一眼果然 它不是正八旗之内的 它是同龄这边正四旗的 然后那边那个亭子应该就是可以同龄左翼四旗的 我们在出口的地方发现 故宫里面开咖啡馆应该行吗 走我们去喝一杯 你要不要吃红色这个或者吃这个 我要吃绿色的那个 抹茶的是吧 副盆子抹茶 嗯 这个 早之前喝杯咖啡吃个甜品 我之前就在网上刷着的 它这个蛋糕的样子很好看 还有一个石狮子的那个样子 今天就没有了 我尝一下这个口味 里面还有饺子挺好吃的 后面就是菇菇 地理位置绝佳 它还有一些那种文创的那种冰淇淋 就很多地方都有的 就我没买到 其实我本来想立志于在每个景区都吃一个那样的冰淇淋 这个蛋糕虽然有一点点点点贵 但是它好在一点都不腻 中间的那个假馅是酸酸的 没有芝菇啊 没有芝菇的 没有芝菇的 非常好吃 car 我们从半岛到小那里就好 不要